送爱心到日本国立新竹教育大学艺术设计系的师生 决定要捐出学生画作来义卖 要募集两百万元全部捐给日本 学生日夜赶工甚至有一名研究所三年级的学生 把五件毕业制作的作品捐出来义卖 导致要言辟也在所不惜 一笔一画仔细勾勒图案 学生们努力作画 要把自己的作品拿来义卖 募集两百万元送给日本 为了帮助日本行竹教育大学艺术设计系的师生 拿出作品来义卖 靠自己专长尽一份心力 那一个艺术创作者能够做什么呢 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艺术创作拿出来做义卖 我想艺术创作者就想要做就是人文关怀 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师生 展览室内摆设了各种学生作品 有可爱的结婚蛋糕 还有温馨的少女牵手图画 这一位叶同学更是一口气捐出五件作品 因此无法开毕业展要言辟 但他一点也不后悔 少了大概五件的话 这样可能就要严格四个月五个月 才有办法把作品再补回来 投入到这个活动比较有意义啦 反正图还可以再画 图以后再画就有了 所以不会觉得可惜 从今天起作品易卖一连三天举办 校方欢迎各界踊跃响应 一起做爱心 而在基隆的光荣家商 也举办了爱心捐款会 在祈福卡上写满对日本灾民的祝福 因为学校有日语科的学生 特别写日语要帮灾民加油打气 让我们希望可以传送到日本 让日本人感觉到我们台湾 没有这份的心意 他们那些灾民要加油 然后要撑下去 看到日本发生如此大灾难 台湾各界发挥爱心 用不同方式温暖日本灾民 陪伴他们走过地震阴霾 理事新闻陈崇瀚叶新凯 基隆新竹报导